臺灣地小人稠 掩埋廠早已不復使用 每天數以萬計無法回收再利用的垃圾 只能送進焚化廠處理 以桃園焚化爐為例 二十年前新建石規劃 每天處理量一千三百五十公噸 可以承擔燃燒後的熱質是 每公斤兩千三百千卡 如今不只垃圾變多 尤其是塑膠類會大幅提升燃燒熱質 增長平均值已經達到兩千千卡 距離上限值所剩不多 最大影響是垃圾處理費 從早期每公斤兩塊左右 上漲到現在一公斤收費超過十塊台幣 甚至還要減量處理 才能維持正常運作 如何替垃圾瘦身承當物之急 回收再利用就是最佳處理原則 像被紙打成紙漿就能變成回收紙 就算是燃燒 熱質也較低 影響更小 但面對越來越多 內層有塑膠零膜的紙容器 該如何處理 國內紙業處理廠找到全新技術 把紙容器一分為二 紙漿再利用就連塑膠零膜 都能重生找到新用途 其他國家大部分也都是只回收到紙 那剩下的垃圾也都拿去焚化 那在臺灣的環境下 因為臺灣它的焚化爐的成本相當的高 那我們如果再把這個塑膠膜 拿去焚化的話 基本上會就是虧錢了 完全沒有任何獲利空間 那當然這個事業是沒有辦法 繼續進行下去 處理廠研發出的回收再利用概念 很簡單 先是將備紙餐具倒入熱水鍋爐中 經過半小時到45分鐘的加熱攪拌 紙漿與塑膠就能完全分離 大概也研究了三年吧 所以我們機器拆了又撞 撞了又拆 就是為了再調整整個產線的 流暢度和殘數 那當初也其實市面上 也沒有其他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從黑暗中摸索 研究 測試 紙容器的塑膠零膜 不再是困擾後 回收的紙纖維可以賣給紙廠 做成回收紙 分離出來的塑膠膜 再經過一次高溫熱溶 冷卻降溫後 就能分割成細小的塑膠粒子 適合做成各式板材 確實讓紙容器能夠百分百回收再利用 你好 我要飲料一杯 新技術讓紙容器不再是環保殺手 但要是能徹底不使用類似產品 是不是更好 垃圾減量是我們的大目標 每個月都會進行我們進到冯化爐那邊 去看垃圾分布是什麼 紙的 紙張的還是佔最大 因此桃園從去年開始試運行 不用紙杯的新措施 希望從外帶杯部分著手 改變民眾購物習慣 進而達到減量環保目的 這種AD、MUD或者這種循環杯的概念的時候 如果一年下來可以減少2500萬個左右 2450萬 你好 我要一杯美式咖啡 然後我要使用循環杯 循環杯概念很簡單 消費者先用QR Code掃描後 店家直接將咖啡裝進這個杯子裡 就像自帶隨行杯一樣 等到喝完後 只要看到有回收裝置的便利店 再掃一次QR Code 打開投入孔 把用完的杯子直接丟進去 就算完成全部程序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針對 桃園市指定規模以上的飲料販賣業者 提供重複性的容器使用的辦法 來辦一個說明會 經過半年測試 市政府透過修訂自製條例方式 要求超商及相關業者全面配合 面對地方政府先行一步 環保署也開始急起直追 預計先從自備飲料杯 少五元價差的做法開始 明年度同樣推廣循環杯概念 希望能真正做到 不用紙杯的終極目標 不知飲料杯的問題 外帶飲料同樣會使用到 有塑膠零膜的紙餐具 尤其是到夜市大塊朵移食 多吃幾攤 說不定就會用掉大量難處理的紙餐具 設置多處回收點 清楚標示各種垃圾該如何分類之外 從日治時代就開始發展的寧夏夜市 近幾年更是在店內消費部分 全面取消紙容器 甚至連美奈米餐具都不得使用 期盼打造不一樣的夜市文化 這家蚵仔煎特別好吃 而且他們店裡面完全使用這個磁盤 對我們消費者是一項保障 願意投身環保行列 是因為寧夏夜市其實嘗過苦果 二十三年前因為生意太好 又不夠重視衛生 導致當地居民反彈 要求禁止涉灘 最慘時期生意剩下不到三成 等到攤商成立自救會 加強管理與重視環保回收後 才重新站起來成為夜市指標之一 從自救到提高生意量 環保問題看似無解 要是願意換個角度另覓出路 麻煩事也能變成好事一樁